过去所缔造的生涯记录也再度被提起 包含了他生涯单场最高拿下了81分 赢得了五枚冠军戒指还有多次获选MVP 他生涯总得分达到了有33,643分 更是目前NBA史上第四高 很多球迷们感叹一代传奇陨落 小飞侠Kobe Bryant1996年首度在NBA出赛 之后披上胡人队的紫金战袍 征战整整20年 不仅是准名人堂球星 也为胡人不断打出好成绩 回顾Kobe的NBA生涯记录可说是相当辉煌 单场81分五枚冠军界 两次季后赛MVP 2008年度MVP 18次入选明星队 总得分33,643分 当时终登NBA史上第三 直到今年1月25号才被战皇 Le Bongex超越 但仍是NBA史上第四 无数丰功伟业都让他成为传奇 却在2013年比赛中受伤 决定结束职业生涯 2016年这场最后战役 宛如Kobe个人秀 单场砍尽60分 很难想象他当时已经37岁 胡人队更以超高规格筹办这场比赛 Kobe生涯穿过的24级8号 背号也被吸在告别赛专用地板上向他致敬 而在退休一年多后 Kobe再度现身胡人队主场举办球衣退休一室 8号换24号的球衣缓缓揭露 高挂在球场上空 现场球迷大爆满 这也是NBA史上首次有球员 一次同时退休两个号码的球衣 一再展现Kobe的传奇性 谢谢最后 最后报道